材料清单,中筋面粉190克,全麦粉50克,玉米扎10克,糖10克,酵母3克,水130克,将所有的材料放入面包桶里,选择面团短10分钟,搅拌均匀即可,如用手揉面,宁做到三光,即面光,盆光,手光,即手部粘面团。 取出面团,放温暖处发酵至两倍大,用手指沾面粉,出一个洞,不回缩,拨开面团为续状即可,再次将面团揉至光滑,大约10分钟,用刀切开,面团里面无气泡。 这一步可是馒头成品的关键哦,要想组织细密,表面光滑,就一定不能投蓝地,揉好后松弛10分钟,浇面团杆片,在卷中条状,平均切成小份,蒸锅铺上油纸,杀布或直接抹一层薄薄的油防粘,把切好的馒头触蒸锅中,醒发20分钟至1.5到2倍大,开火,上气后蒸10分钟,关火烂5分钟。 一口气可以吃量,小贴是1.不同的,面粉吸水量也不同,液体量一定要酌情掌握,2.烤箱有发酵功能的,建议直接放入发酵,极方便,又节省时间,3.蒸锅上气时,火力切不可太大,火过旺,可能会导致白头成品的效果。 经常坐马头,包子的朋友,你懂得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